約完會之後的後三天 然後我就跟他求婚了 And I feel like This is kind of destiny 我們剪接剪錯了嘛 為什麼第一卡 欸對啊 為什麼這麼晚我們還不回家 第一卡是晚上 現在早上的時間大概 來不到六點 對五點多 那因為日本嘛 維路比較北邊 所以現在還是 還可以看到月亮 沒錯 好那接下來我們搭兩個小時的車 就來到千葉 展開我們的魚市場的行程囉 Let's go 我們來到稻茅站的溪口 就是第一次到稻茅站 對 好了 我們現在終於到達我們的目的地囉 然後我們今天要邀請一位 住在日本的台歐人 Jane 好那Jane我們今天來到什麼地方呢 我們今天來到千葉市的那個中央業務市場 那我們這邊呢有賣水產的 然後有賣蔬果的 好那我們進去看看吧 Let's go 這邊人真的超多 我覺得完全不輸足地市場對不對 當然當然 那你平常會來這邊嗎 我們平常都是要上班的啊 對 那每天大概三四點就會過來 喔哇喔 那你自己也愛吃海鮮嗎 你最喜歡的海鮮是什麼東西 我最喜歡的螃蟹啊 螃蟹 我跟妳說喔 對 一般來說台灣人都只知道說 欸北海盜就是要去吃螃蟹 對對對 可是螃蟹最便宜的地方在千葉 在這邊 居然是 那這邊是盛產什麼蟹呢 還都從日本到處計算 松葉 松葉小 我們的店就在這裡 OK 喔 果然是海鮮市場 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平常在超市裡面 沒有看到的東西 真的 光是你剛拿那個 對 帝王蟹 帝王蟹 對 這嚇死了 還有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薩蒙吧 對啊這薩蒙 這是那個 通常你可能在超市看到 就大概就這樣子 對啊 然後這是我給你一整個 身體對不對 這個啊 北海盜的這個啊 可以加五碗飯上面吃 這樣2500應該是怎樣 很便宜的價格 2500是很便宜的 我覺得蠻可以接受 因為通常你可能在一般的 就是什麼 日本料理店吃到海鮮丼 他可能頂多是一半 給你一半而已 那一半可能就要 一點點 可能就要3400了 然後這個的話 是直接吃就好了吧 直接放到冷凍場 去解凍 解完凍之後就可以直接拌到 所以他已經有醬油在上面 他已經醬油漬了 哇 哇 這個簡直是 這是我女朋友最喜歡的搭配啊 就是這個貝 然後再加這個 哇這個 他應該可以一次 不加飯直接把它吃完 所以你們基本上 跟這邊的 蠻多商家都認識了 就基本上全部都是一家 OKOK 這間老闆他是年紀比較大的 對 他吃裡面那一位 對 那他只有過年期間 才會像現在這樣子料理 給一般的客人 OK 不然平常時間是不出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價錢啊 兩支650塊 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今天的主要的 就是 我們想要介紹給大家的商品啊 就是一夜乾 因為過年快到了 台灣的過年是在二月嘛 嗯 我是希望可以介紹客人 這兩種 金木雕跟刺魚 刺魚 刺魚呢 它 口感比較彈 它的 因為它的膠質非常的多 對 然後它也算是屬生海魚的一種 那這在台灣是 台灣的經濟海域是沒有的 喔 OK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 在台灣你吃夜乾 千萬不要吃皮 因為日本人不吃魚皮 沒有再去淋的 喔 OK 會刺到就是 對 刺魚呢它的好處就是它膠質非常多 對 那我都會推薦給就是 女生 OK 膠質多 好吃 吃了之後臉就變超彈的 跟刺魚一樣彈的對不對 沒錯 吃這個最適合配什麼東西 像比如說配啤酒啊 還是有特別配什麼東西 還是都可以 是萬能的 其實都可以 我們其實平常日都會吃 基本上每一餐都一定會有 一天至少會有一支 對 然後這個你不要看很小片 對 對 它的價格比這個還要貴 喔 那為什麼因為金木雕在日本是很高級的魚皮 喔 一般來說金木雕一定是拿來做成生魚片的 做成魚片的 好處就是它的油脂很高 嗯 然後它的肉很彈牙 嗯 它是用沙克的酒味下去醃漬而成的 對 對 這才的味道是 天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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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感覺超下飯 對 嗯 嗯 所以這也是一種原因為我們來到這裡 所以我們想問你 你們怎麼會見到的 怎麼會見到的 和你的愛的故事 它太過分了 嗯 我們 我們是在台中認識的 就那時候 我們在台中的那個鳳家都在開店 然後他出差過去鳳家 那 我看到他 那因為他日本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講新年快樂 然後 等一下我們先暫停一下 為什麼看到日本人 然後就要對日本人說新年快樂 因為那時候我也會懂 那時候會講的日文 好 對對對 沒有因為我那時候也不知道說什麼 那 我不知道他會說英文 所以我就隨便說一句 一句日文以後 你是在路上遇到嗎 對 就在鳳家夜市啊 打散 打散 我就打散他 對 然後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怎麼了勒 我就約他 吃飯 好 我們先打住一下 先暫停打住一下 因為這是要問女方 所以 他給你打電話 他說 新年快樂 他突然說 明天 你覺得那時候 很奇怪 然後他問你 對 我們先交換電話 然後我們交換電話 然後我們交換電話 然後我決定 去跟他 你知道嗎 我自己在那裡 所以 我沒有朋友 所以我沒有 可以說韓國 所以 他可以說英文 他可以說英文 很便宜 很便宜 沒有 我現在不能說任何 現在 那我們現在回到南方這邊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說 所以你們交換電話方式 之後呢 你就約他出去了 對 然後 我們就約會了 三天 就正式約會 就我跟他要了電話 之後我就一直跟他 傳訊息 然後直到我第一天跟他 提出約會 約完會之後的 後三天 然後我就跟他求問 所以 一個關鍵的關鍵 來這裡 是三天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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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 我沒有問問 所以 三天 三天 我沒有想像 對 感情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好 好像我們也從來沒有想過 要 多認識對方 對 我記得我們也有聊過這個問題 對 就是 結婚這件事好像 不需要 一開始就很了解對方 對 那 呃 就算了解了 然後 你只會發現適合跟不適合 對 不適合就分手 對 但我們那時候想的是 呃 如果發現 就是 沒有match的地方 就 互相 諒解 或理解 然後去 長久的維持關係 哦 我覺得這樣比較重要 對 我們有稍微 交換了彼此 很重要的價值觀 比如說 家庭啊 然後 生活的態度啊 等等 那我們兩個都是比較樂天的 我覺得這就很重要 我們不愛吵架 對 我有聊到就是我不喜歡冷戰 不喜歡吵架 對 然後他說他也是 我說好啊 那這樣我覺得就OK了 剩下的就是 生活習慣啊 然後 小矛盾那些 我覺得都是可以慢慢摸的 對 好 那我們剛剛理解到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 就是結婚嘛 那接下來就是 這個問題是給Jay 就是說那 你為什麼打算會來日本 然後 住日本 然後就是現在做的這個工作 就是在 女市場做 進出口工作的 其實 本來的 人生計畫是 我們要在美國生活 對 那時候在美國買了房子 然後 也置辦了啤酒廠 然後 只有最後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不得不把他們都收掉了 那收掉之後 我們就 考慮要搬回來亞洲 那搬回亞洲的時候 就在想說 欸 台灣跟日本哪一個生活 對他來說比較輕鬆 因為在美國 我覺得是他 他 配合我 因為美國是我 住的比較舒服的地方 那 他在美國其實沒有待得很開心 尤其是 一過去以後 就遇到疫情 沒辦法去玩 所以我就問他說 那台灣跟日本 你覺得哪一個你比較輕鬆 他說日本 當然是日本 因為日本他的家 然後 他說希望能夠跟爸媽住 近一點的 所以我們就搬到 這邊 那於是 是因為 其實我們 一開始 也並沒有 想要 接觸 我啦 我本身並沒有想要 接觸這一塊 那 他的話呢 他就 比較傾向於 趕快來幫爸爸媽媽 分擔一些 嗯 重擔這樣 那看著看著 我就想說 好吧那我來幫媽媽 那剛好 因為我很喜歡吃魚吧 然後 也感很好吃 我說奇怪 怎麼台灣沒有這東西 我說那麥卡 嗯 嗯 嗯 我以前在日本 找來 我常常在日本 不可以說當地 但是 我自己應該知道 我想最多的問題 可是 你答 gotta 是 愛 COVID 和 運氣 這三個 Unknown 那三個夢想 你回要日本 是真的 真的 真的 很興趣 听你的故事 我真的尊重你,大家想想想想想做的 像很多人在世界上,他们想太多了 所以我真的尊重你,大家感谢你 分享你的爱情,即使很 private 我真的感兴趣和分享你的 你的人的感觉到生活 我感谢你很感谢今天的时间 我感谢你,跟你说,你很感兴趣 谢谢你很感兴趣,你很感兴趣 We had a good time. Thanks so much. THOMASTER HART 那我們現在離開市場 哇,今天在市場真的是 聽到及學到好多有趣的東西 對啊,影片這個部分可能已經十幾分鐘 但其實現在早上九點啊 對啊,超爽 那因為應該一般觀光客的簽葉 可能就是去墓章或是去迪士尼嘛 那其實千葉還有蠻多好玩的地方 尤其是漁師場附近也有些景點 然後到千葉市這邊應該也有一些可以看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呢 就帶大家看一下就是千葉有好玩的地方吧 我們從漁師場大概走個三分鐘左右吧 就到這個道茅海濱公園 沒想到竟然這個公園有這麼漂亮的沙灘 而且天氣雖然看起來不錯 其實還蠻冷的 這邊根本是Instagram的那個吧 打卡景點嘛 好就在這邊結婚吧 好 三天 我們一大早就在千葉這邊散步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再加上剛剛Modad 7稍微休息了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人在千葉港 千葉車站這附近 那千葉港這邊看起來有很多餐廳 其實可以看到美景的地方 我們就在這邊稍微逗留一下吧 我後面那一棟高雙的建築啊 叫Chiba Port Tower 所以我們現在從這邊一路走過去看 路上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接下來就燈塔望遠喔 我覺得這邊有點像橫濱港未來的東西 對啊 只不過人差比較沒有那麼多 然後商業車是比較少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更 優災的感覺 對 我發現其實這邊蠻多集合住宅的 應該蠻多人會選擇坐在這邊 遠離大城市的那種繁雜 然後坐在這邊看海是不錯 只是海上有一些油桶 好啦 我們終於散步到這個千葉塔 去看看吧 好像不管這個塔 就是今天到底有沒有營業 但其實因為我們今天來的那個千葉的區域是在 反正就是在海邊啦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沿路散步過來 我覺得風景都還不錯 雖然有一些工業區 但我覺得撇開那個不管的話 海景啊 然後加公園其實還是還蠻好的 結果這個塔的出入口 原來是在這個塔的下方的一個區域 但是呢 今天運氣超不好的 它零食修館 我們在拆應該是年末啦 對啊 因為根據我們多年來的經驗 年底什麼軌東西都會沒開 可惜 千葉超酷的 它的城市上方 單軌電車 是這樣子由上面這樣掉下來 這樣好 請問我們中午要去吃什麼 我們要去吃吃吃麵 我們要吃廣山SOGO 是這個梗 對啊 有沒有覺得這裡其實有點像板橋 有點像 電竹的顏色 然後跟四龍都有點像 有在吃拉麵的應該就知道這個松戶富田麵點 那這是在車站裡面開的分店 然後在台北路上面有3.67 我已經1,000多個人評價 有算是排隊名店啦 我们刚刚在前夜站吃那个 拉面嘛 然后大概搭了25分钟的车 现在到一个我没有来过的站 叫做海冰牧章 这个地方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我周末的时候蛮常过的女朋友会来这边 因为这边有很大的outlet 然后就在车站旁边 然后前面有outbank 我自己蛮喜欢吃 然后如果往下走 那个方向嘛 有很大的翼翁 然后还有一个Costco 所以当成一个还不错的椅子 那最重要的是 这里有 那其实蛮多千业的 应该说蛮多国际大公司都会在这边设办公司 比方说 我记得那边好像有IDM 然后这边就有这个日本local大的一个 就是超市叫易永 它的中处好像也设在这边 我们刚刚在GIGO再次的煞雨而归了 对我说筛话啦 就是 新宿蛮多家GIGO 但是我没有任何一家GIGO 让我觉得满意 我甚至觉得呢 可能它还蛮适合观光客导向 如果在GIGO上班的人 可以寄信到这个E-mail 对 那我们从车站另外一口出来 走一下下 就可以到outlet 我觉得这应该是 离东京都最近 然后最方便的outlet 它虽然不是最大 但店也是蛮多的 大家可以空旷喔 好我们第一站先逛BIMS吧 BIMS 我今天穿的这件就是BIMS 其实这一集跟我们在台北拍的那集一样 也是山景的 这也都有到山景喔 对 可以 台日大相同 超开心的我们买到GIGO 户外平衡的GIGO 平常就都打7折 然后在一家全货店买到6折超爽 这种叫B Shop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喔 爽 我刚刚原本没有打算要逛Journal Standard 因为Journal Standard通常都没有我喜欢的货 然后 但是呢 我竟然看到里面有超喜欢的牌叫Daiwa 它是一个蛮贵的一个做钓鱼品牌 但还有就是使用时尚的路线的衣服的 那个叫什么 支线 然后就这样子 又买了一件 Vortex Windstopper 年末就是要好好花钱 靠赏自己啦 把所有赚的业倍钱全都丢出去 对 那也没那么少 哈哈 我们今天 晚了一整天 现在回到家啦 我们要正式料理屋的一夜干咯 哇 我们的烤箱已经预热好 对 但我们的烤盘 烤盘忘了放进去 但没关系 里面是这个的 我们现在要来烤我们的 鱼肉 颜色超漂亮的 一夜干 好我们的鱼 一夜干 已经烤好了 哇 这块是金木屌 我们来试吃吧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 我们是用烤箱箱去烤的 对 然后 那看起来非常的juicy 哇 所以这边都有看到透一点水 所以完全不像那种 平常的一夜干的鱼 配饭配饭 尤其我已经试吃过一次 对 超水嫩 哇 所以用煎的跟用烤的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哇 好 讚 讚 因为通常我们想象中 一夜干啊 它可能会 比较偏干嘛 因为它叫一夜干嘛 可是我觉得这一家就是 它的肉质啊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水嫩 可是它的调味 也很够 那可能是因为它熟成过的关系 我觉得 鱼的那个鲜味啊 不但没有流失 我觉得反而有那种更浓缩的感觉 好再吃一口 好 好水嫩 讚啊 好啊 来吃吃看这个搞花鱼的一夜干 哇 跟刚刚那个 金木钓一样 那个肉质感觉非常的juicy 光是看这样就知道一点都不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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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夜干的口感 光是不像 哦 好juicy哦 这个 要每个都放在便当里面 吃个365天 也没有问题 哇 真的 好好吃 好juicy 你看 神秘齁 对啊 它里面超水嫩的 对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试吃的时候就觉得很神秘 就是明明一夜干在我心目中就是很香 没错 但是它的口感是偏干的 超好吃 真的 大推 超水嫩啦 耶 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烹调方式是怎么样的 呃 家里 家里如果有气炸锅有烤箱的话呢 嗯 烤之前要先拿出来 前一天晚上先拿到冷藏室去退冰 嗯 你真空包装你就直接把它丟到冷藏室去退冰 不用担心它的汁流出来 对 然后你要烤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从冰箱拿出来以后打开包装 然后 希望啦 如果有烤盘子的话就是烘焙制 你就在下面垫一层 然后鱼皮朝上先烤六分钟 然后你再翻面 再烤 好 七分钟到八分钟 嗯 然后温度大概是180到19 嗯 看你要怎么样调整 嗯 这样子 然后下去烤 那你就先 每天要做饭的时候 你就先把它拿出来 然后先丢到七大锅先去处理它 处理完之后你就放在七大锅 好 一直等到你其他菜都做完了 你再把鱼一起端上桌 就可以吃 哦 算是一个相对方便处理的一种 就是料理 已经调味过了 不用再加烟 哇 你可以在上面撒白胡椒 还会很香 嗯 我光是想到就已经流口水 那你如果中秋节的话呢 就是烤肉啊什么的 你可以放铝箔汁也可以 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 哦哦